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 向来被称为是从创造之初 到恨古永恒 万事万物中最超凡入胜的世界 他的牺牲是众先知的主要信息 在摩西律法所制定的动物献祭中 早就已经预示到了 有位先知曾经宣告 他们全部的意义都指向神的儿子 那伟大而最后的牺牲 使得无限而永恒 耶稣基督忍受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痛苦 为全世人的罪献出自己作为献祭 那牺牲是由于之没有残疾 纯洁无瑕的羔羊 为最深重的罪恶 也就是全世界的罪恶 献出至高的良善 伊利沙书写的一首令人难忘的圣诗 他这么写道 他为我们流出宝血 献出他的性命 无罪之人 为罪牺牲 为的是救世人 那牺牲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 正是救恩计划的核心 耶稣基督那令人难以理解的痛苦 虽然结束了流血的献祭 却并未终结 牺牲这两个字在福音计划里的重要性 我们的救主仍然要求我们献祭 只是现在他命令我们 要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 作为给他的祭品 他也命令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彼此相爱 彼此服务 基本上就是牺牲个人的时间和自私的考量 藉由在这些事情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来效法他的牺牲 我们在一首受灵启发的圣诗中唱到 牺牲带来上天的祝福 我要谈谈救主要世人做的这些牺牲 其中并不包括我们被迫而做的牺牲 或者是因为个人利益而做 而非以服务或牺牲为前提 所采取的那些行动 基督教有过一段牺牲的历史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救主最伟大的牺牲 西元纪年早期 罗马曾经处死数千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随后几个世纪 基督徒因为教义上的纷争 而分裂 有些团体迫害 甚至处死其他团体的成员 基督徒自相残杀 更是基督教史上最惨烈的殉教事件 许多基督徒自愿牺牲奉献 是出于对基督的信心和侍奉他的渴望 有些人选择在成年后奉献一生为夫子服务 这个高尚的团体包括了天主教会的各修会 各新教教会里终身担任传道人的那些人 他们的榜样 难能可贵 而且激励人心 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 并没有被要求 也无法这样 终身奉献 来从事宗教服务 对大部分的基督徒 基督信徒而言 我们的牺牲 包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 完成个人能力所及的那些事情 就这些事情而言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组织的成员 会比后期圣徒 有更多的牺牲的经验 他们的牺牲 也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们的牺牲 和我们常听到了 为满足自我的牺牲 是全然不同的 我要提的第一个榜样 是我们的摩尔门先驱者 他们在生命 天伦亲情 家园 舒适生活上的牺牲 可歌可泣 也正是这复兴福音的基础 萨拉里奇描述她丈夫 查理蒙召唤去传教的情形 说明了 驱策这些先驱者的动力 到底是什么 他说 对我和我的先生而言 这实在是一大考验 基于职责所在 我们暂时分开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 自己正在服从主的旨意 为了协助推动这事工 而为了推动这事工 我们愿意牺牲个人的感受 今天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 最显而易见的一股力量 就是成员们 无私服务的牺牲 某位基督教派的牧师 曾在 戈登辛格莱会长 奉献一座圣殿前 问到圣殿中 为什么没有任何代表 十字架的物品 因为那是基督教信仰中 最常见的象征物 戈登辛格莱会长回答说 我们人民的生活 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象征 确实如此 我们过服务和牺牲的生活 就是承诺要侍奉夫子 和同胞的最佳写照 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 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领取薪水的牧师 因此 蒙召唤领导教会各单位 并且提供服务的成员 不但不知心 还必须主理教会 所有的聚会 会议 计划和活动 光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这些人就在 一万四千多个单位里 做这些事情 当然 我们并不是唯一 有不知心成员 在担任教师和领袖的教会 但是我们教会里的成员 为了互相训练和彼此服务 所奉献的实数 确实无人能比 我们努力让教会中每个家庭 每个月都有家庭教导教师去拜访 每位成年妇女 每个月也都有辞助会的探访教师去探访 就是实际的例子了 我们不知道世界上 还有哪一个组织 所从事的服务 能跟我们相提并论的 后期圣徒最独特 也最为人熟知的服务和牺牲 就是传道事工了 目前在传教的 共有五万多名年轻男女 以及五千多名年长的夫妇 他们奉献了人生中 从六个月到两年不等的时间 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 并在全世界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 提供了人道服务 他们的工作都和牺牲有关 除了为主的事工奉献岁月外 那些在财务上资助他们的人 也做了牺牲 父母亲留在家乡的人 包括这些传教士的父母和其他的人 他们也有牺牲 因为出去传教的人 不能陪在他们的旁边帮忙 例如 有位巴西的年轻 的青年在父母亲过世之后 必须来供养他的弟妹 这时候呢 他接到传道召唤 有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描述说 他说这些孩子们 召开了家庭议会 想起了他们过世的双亲 曾经教导他们 要随时准备好去服务 于是 这位年轻人接受了传道服务 并且由他十六岁的弟弟 接替了他的责任 来维持家绩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听过了 许多为了去传教 或资助传教室 而牺牲的一些例子 就我们所知 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 有这样自动自发的服务 和牺牲了 经常有人问我们 你们是怎么样去说服 这些年轻人和年长的成员 放下学业或退休的生活 做这样子的牺牲呢 我听过很多人的解释 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 因为知道 我的救主为我所做的事 他充满恩典 为我的罪受苦 克服死亡 使我能再次活着 所以付出这小小的牺牲 却为他服务 实在是我的殊荣 我想去分享 他使我了解的事情 我们是怎么说服这些 基督的门徒们去服务呢 陈如一位先知说的 只要叫他们去就行了 因为传道服务 而付出牺牲的 还有那些 听了传教士的教导 而采取行动 成为教会成员的人 对许多归信者而言 这些牺牲的代价很大 包括失去朋友 和家人的关系 许多年以前 我们在总会大会上 听到 有个年轻人 在美国深造期间 找到了父亲福音的经验 葛登辛格莱会长 在这个年轻人 要回国之前问他 说你以基督徒的身份回家 会变成怎么样呢 他回答说 我的家人会很失望 他们会赶我出去 当我是死了 至于我的前途和事业 大概不会有什么好机遇了 辛格莱会长问道 你愿意为福音付出 这么大的代价吗 年轻人热泪盈眶地回答说 福音是真实的 不是吗 他的回答 获得了肯定之后 回答说 那其他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许多新成员 都表现出了 这样的牺牲精神 其他的服务和牺牲的榜样 则出现在圣殿服务里 到圣殿服务 是后期圣徒 独一无二的经验 这样的牺牲具有重大的意义 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可以理解 后期圣徒并没有到修道院服务的传统 但是我们了解 也尊重那些人 因为基督的信仰而愿意 终生奉献 投入那样的宗教活动 就在一年前的总会大会上 多马 孟孙会长谈到去圣殿服务的一个牺牲的榜样 有位中信的后期圣徒父亲 原本住在太平洋一个偏远的岛屿上 后来跑到遥远的地方 做了六年的粗工 赚到了所需的费用 带了妻子和十个儿女 到纽西兰圣殿 印证为永恒的家庭 孟孙会长解释说 凡是了解圣殿永恒祝福的人都知道 为了得到那些祝福 再大的牺牲 再沉重的代价 再辛苦的奋斗 都不算什么了 我很感激 我在后期圣徒当中看到了基督徒的爱情 服务和牺牲的榜样 我看到各位牺牲了很多时间和资源 来履行教会中的召唤 我看到了各位花自己的钱去传教 我看到了各位开心的奉献专业的技能 为同胞服务 我也看到了各位透过个人的努力 也透过支持教会的福利计划 和人道救援基金来照顾贫困者 在一项全国性的研究中 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证实 其结果显示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活跃成员 在从事义工服务和捐献方面 大幅超越平均的美国人 在奉献时间和金钱方面 甚至比美国有宗教信仰者的前百分之二十 还要更为慷慨 这些榜样巩固了我们所有的人 让我们想起了救主的教导 他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也许我们最熟悉 最重要的无私服务和牺牲的榜样 是在我们的家中展现出来的 母亲为了生育儿女 而奉献自己 丈夫为了供养儿女 妻儿 而牺牲了很多 我们为家人所做的牺牲 都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服务 数量多得不可胜数 而且熟悉得无需再提 我也看到了 无私的后期圣徒收养小孩 甚至收养需要特别照顾的小孩 并且为了寄养儿童 提供了以前没有的希望 和种种的机会 我看到了你们 照顾家人和邻居 他们有先天残疾 罹患精神或身体的疾病 或是因为年纪大 而出现的疾病 主也看到了你们的作为 他吩咐他的众先知宣告 当你们为伴侣和子女牺牲时 主必会祝福你们 我相信 经由效法救主的榜样 而崇拜他的后期圣徒 在付出无私的服务和牺牲的时候 会比其他任何组织的人 更加巩固永恒的价值 后期圣徒会把所牺牲的时间和资源 当作享有永生的教育和资格 这正是信心的讲词 所揭示的真理 里面教导的 他说 凡不需要人们牺牲一切的宗教 就无法有足够的力量 产生获得生命 及救恩所必要的信心 透过这样的牺牲 也唯有这样的牺牲 神才决定 此人应该享有永生 正如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 是救恩计划的核心 身为基督信徒的我们 也必须有所牺牲 才能达成救恩计划 为我们提供的目标 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永恒父神的独生子 我知道 由于他的赎罪牺牲 我们才能获得不死的保障 和永生的机会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救主和救赎主 我为他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